大家好,今次Aptonic M更新了這個萬聖節活動 現在做一做這個萬聖節活動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就做馬面這個 好,不換你真正的由這個陰差馬面為了逮捕逃出來的惡鬼而來 想不到有人化妝進來 其實已經鎖定了跳皮鬼,搗蛋炒鬧,其中兩個是村民假的,一個是混進來的 好,村民假裝的鬼會說真話,真正的惡鬼會說謊,兩句真話和一句假話 搗蛋鬼,你知道誰是惡鬼,不是惡鬼請你相信我,一定是假的 這個呢?炒鬧鬼 好,搗蛋鬼是惡鬼,OK 短命鬼好像沒有關係 好,到這個 跳皮鬼 炒鬧鬼是惡鬼 炒鬧鬼是惡鬼 炒鬧鬼是惡鬼,那就是炒鬧鬼 糖果紙 炒鬧鬼應該是嗎 炒鬧鬼 哦,炒鬧鬼 可以拿到一個南瓜紙,可以拿去換東西 之後另一個就是做劉杯杯 這個,救救我兒子 跟兒子探險,然後中庭回合 一進到房間,好像有人看著我 等我繞一圈的時候,有一件事對著我笑 嚇到立刻跳槍,看看我怕 但半個小時都不出來 在左上方間屋,OK 最重要是看他說左上方還是左下方 那些位置 左上方就是這一間 這個也有點竅門 你會看到有些幽靈在那裡也挺煩的 那就不可以經過路徑 那就慢慢走過去就很快 很快去過 嘩嘩嘩嘩 OK 好,那立刻去過 哎呀,頂啊 唉 那可能不是要這樣走 可能要這樣直接走都還沒頂 好啦,那他們又撞到這裡 這樣一下走過去,嘩 神經病 那就這裡過去吧 應該就是要鐵邊過的 這裡要 根據剛才那個人的走法 我覺得是 嘩,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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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恐怖的 鐵邊過 哎呀 這個很難玩 這個 應該就是鐵邊過的 或者是去到差不多這裡過去 我覺得是 隨便一個 隨便一個走的方法 哎呀 不行 這個怎麼搞 要不是貼右手邊 貼右邊試試看 不行,我一走前他就馬上踩怪 明明我另一家屋都試過都OK 這一家特別難 跟著這傢伙 行不行不行 他好明顯走得太快 好,來吧 慢慢來 OK 中不中 這裡都不中 這樣都不中 可以特定些位置才中 這樣就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走那麼快 OK 救好出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按活動 出去萬聖狂寬這裡 就不用這樣走 因為走出去實 實中招很容易中 就馬上找回 劉杯杯 OK 猜到真的有鬼 好,送一個南瓜子給我 做完兩個 然後第三個就是做蘇小妹 蘇小妹 她要參加萬聖節活動 要拿糖 沒有人幫她打扮 她想要扮殭屍 她想扮殭屍 看看 我有殭屍的 有殭屍娃娃 這些就是打回來的 好,給殭屍娃娃 好,拿了一個南瓜子 另外就是這個婆婆 這個婆婆就是參加萬聖節活動遊客 她就說我 有免費糖當然要走 地上有些紫碎 沒有公德心的遊客 每個人都要清理 她就叫我撿五個紫碎 在這裡等 隨機會出現的紫碎 可以在這裡等一會 好 這個其實就不知道晚上有什麼做 因為現在早上就沒事做 晚上可能就進屋子就倒彈 倒彈就可能有些東西 這裡的NPC也是不能捉 還有沒有紫 快點掉出來 那些紫 人們已經開始假裝鬼了 日頭日馬裝什麼鬼 日乾日白 快點掉那些紫碎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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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倒彈 好 多少張 好像差一張 抓一張 我的 很蠢 搞定 我撿到五張 好,接著就給婆婆 拿到一個南瓜子 做完四個任 正常只有四個任 因為我都是看她Facebook官方的 就拿到四張糖紙 不是,不好意思,是四個南瓜紙,南瓜紙就可以拿去換 四個南瓜紙可以做什麼呢?四個南瓜紙就是找村長 就可以換這個南瓜妖精畫像,南瓜的萬聖夜卡片 萬聖掃把卡片,我自己就應該換卡片,我覺得卡片比較容易 另外,其實今次的萬聖節更新都更新了很多東西 其實更新了一些小問題,其實不太多 就是這個充值,一如叫我充值送,充值活動 然後就是一堆的商品,萬聖節造型的商品 戰魂就是攻擊和支力的石,分別是軍師和文武 對,文官和武官的道具 武將刷新靈,就可以刷熔爐熔,一百元寶十二個,十二次機會 另外就是,看先 慶典方面應該是晚上才開 但是任務就現在開了,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下 另外呢 另外就沒什麼特別了,帶大家看看這個藍瓜妖精就是這樣的技能 基本上就不太強,但是收集來說都不錯 不過客棧都沒什麼位置給他放,我自己就沒什麼位置給他放 儲值送,還有什麼分別呢?好像都沒有了 最後一樣就是收集卡片的組合 就是這個萬聖節套卡,能力加成都不錯 草齊一套都挺有用的 對我這個法師來說都不錯,加二之力或者加敏都不錯 他有什麼樣子可以給大家用 要是你是戰士,要是你是法師都可以用到 加敏就加之力,加敏加攻 好,我想最後看看,這裡有沒有萬聖節那隻 沒有的,沒有這隻武將 其實我買的畫像都沒有什麼作用 這次這個萬聖節活動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滿意這個活動更新 我就一般 可能是5050或者更少 其實更加想他開放一些地圖 一些挑戰活動、闖關活動 希望網絡快更新 真的要 下次再見,各位拜拜